我覺得妳之前感覺比較都是為了演唱會而來 前兩三年的時候常來嘛 去年來跟前年來就是演唱會 這個月我幾乎都住在台灣 妳去年你看妳去年聖誕節開始在台灣唱 然後跨年啊 然後酒店的演唱會 然後自己的宣傳啊 也走很久耶 好啦好啦常常來啦 我要在這邊買房子了 考慮一下喔 我要考慮一下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最空氣又好 好我先試音 阿冠先試音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現在麻煩試音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就是要這麼有活力 好因為我是活力DJ 妳是活力歌手 咱們兩空中活力來相見 因為我聽妳那個大台書的BOSS都很有活力 才11給妳肚子就餓了嗎 啊 想偷吃電章是不是 好兇 這樣講到我們這樣還不算 很有元氣 是很有元氣 不是很兇 好 是的 在今天一月十六號禮拜四 早上一月份 閃亮亮的大台柱 像一顆寶石的她 已經出現在我們的頻道當中 馬上請她出聲跟大家say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張鄧子齊 鄧子齊一定要先來報個十 現在是下午2點08分 對沒關係亂講 然後呢妳要講一句說妳BOSS的時候妳這個還記得稿子嗎 不記得 因為她是我們一月份的HEDO大台柱 所以那個整點BOSS都能夠聽到JAM的聲音在空中 時時刻刻 每個人站在我的身邊 妳知道我念那個念得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我很怕對著一大堆的文字去念我好怕自己講過話 所以每次都有一種繞口令大挑戰的那種感覺 不會啊妳有沒有覺得練完之後就是覺得自己那個任督二脈都被打通了 沒有啊我覺得都被塞了 沒有國語的功力大增嗎 還可以 那妳現在會講台灣國語嗎 現在 台灣國語會講嗎 不捲舌 就是講不標準的 現在是2點鐘 對 我是鄧子齊 那妳可以以台灣國語可愛的方式來介紹一下具體專輯嗎 或推薦一下 哇妳不要考我 我喜歡考女生 所以我發的心專就這樣 摩天動物園 我不知道 摩天動物園 摩天動物園 台灣國語怎麼說 摩天動物園好像沒辦法說什麼 就是摩天動物園 摩天動物園 摩天動物園 對 但是今天是這個農曆過年前 Jim來這邊探班 然後呢 一定要請妳跟大家拜個早 因為數名要來了 祝大家心有所熟 數不盡的甜蜜 數不盡的開心 數不盡的紅風暴 哇塞妳有備而來耶 因為在台灣走通告農曆年前經常是要講幾項話 我最近錄了一個ID上面說 數不盡的甜蜜 數不盡的什麼 所以我現在就套了這個數不盡的任何 現學現賣就對了 不過提到自己的農曆新年你會放假嗎 這一年呢我已經拿了幾天的假期 我要跟家人一起去旅行 去哪裡就不告訴大家了 反正新年回來就告訴大家 就是會relax一下這樣子 對 我猜是滑雪嗎 我猜啦 我猜妳可以不用妳可以跟我講 我猜可能是去滑雪 我回頭告訴妳 我鏡頭後告訴妳 私下告訴我 等一下廣告時間小本子告訴我 對對對 欸我很開心喔 這一次帶來個人這張最新的全創作專輯 摩天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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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專輯呢我覺得是一張非常寫實的專輯 就是裡面呢現在是12首歌曲加一首的後繼 其實前面的12首歌每首歌都有一種象徵的動物 所以也是為什麼這張專輯的整個概念叫做摩天動物園 因為我真的覺得人活在這個現代社會裡面 其實就像生活在一個動物園裡面 就是摩天大樓裡面我的腦海是全部都是動物 其實在這個文明不停在進步的過程當中 其實人還是擺脫不了原始的一些獸性 在不同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表露出來 我們壓都壓不住的那種原始的人性在裡頭 原始的慾望跟原始的人性還有殘酷面在裡頭 對對對 哇所以這一次妳看妳的專輯封面也有很多的動物耶 就一條蛇 蛇肌 還有另外的是蘋果 對對對 妳象徵是那個嗎? 一鍊員嗎? 被誘惑 對 然後妳是夏娃 其實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帶著那個 就是那條蛇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 都有 攀懶 誘惑 對 然後其實每天的選擇都是妳到底要不要 會不會最誘惑咬下的那個屁股 人生都是一個掙扎啦 可是我看這次這個專輯喔 其實這個歌詞本製作的很精巧 然後前面這個小小的部分都是一些 JAM的發揮內心自己真實的話呢 我覺得剛剛前面覺得好像蠻沉重的 因為妳說妳28年的人生然後就覺得說 哇很黑暗啊 然後也覺得人就是很灘白 但是好像專輯做著做著過程當中 妳又覺得有光明面的出現 因為我覺得兩個東西是對的 妳有冷就有熱 對 妳有黑暗就有光明 就是這個世界上面如果 如果你不是看進了那些黑暗的東西 妳也不會發現光明是那麼的珍貴 妳也不會發現身邊愛妳的人原來是真的愛 什麼叫做真愛 就是他們真的在妳所需要力量的時候 真的是給妳一些讓妳可以繼續前進的那些動物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個世界 就是沒有這些這麼陰暗的東西發生的時候 妳根本不會體會到什麼叫做犧牲 喔 所以妳覺得是因為經歷過了絕對的黑暗 才會看到絕對的光 所以感覺這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對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肯定都是這樣子啦 對 肯定都是妳有受過非常大的傷害的時候 跌跌撞撞 對 可是同時妳也會 妳也總不可能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只有這些悲傷吧 就肯定會有人讓妳微笑過 對 所以希望大家能聽著這個專輯 摩天動物園就是跟著Jan 正自己走一場音樂的洗禮啦 一個成長的過程 所以這次妳很夠誠意耶 就是專輯一發哇塞超大包 十二首之外妳就還在加一首 後繼 對啊 十三首耶 因為本來那一首歌不在這個專輯一計畫裡面 可是後來應該是這麼說吧 摩天動物園是第一首歌 依然睡公主最後一首歌 兩首歌都是象徵的人 只不過摩天動物園是一個成年人 依然睡公主我們回歸初心回到小孩的我 十三歲 這首歌妳是十三歲那一年寫的 歌叫做睡公主 哦 對對睡公主 然後後來就把它再重新整受一下 變成他們延伸 就變成了這首歌 睡公主 對 因為其實十三歲的時候的那一種 睡公主是無知的 那種善良是無知的 紅話公主 妳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黑暗 所以妳可以選擇善良 可是依然睡公主是我看盡了所有的黑暗 可是我還是選擇善良 還是選擇 去當那個相信的 對對對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有點共鳴的話 她就會有寫 她說這個 因為小時候的時候 妳是覺得妳的夢很天真 不知道事件是惡 所以呢 這個會自有的追 現在是看過人 人型冷暖的睡公主 有關於冷暖 哈哈哈哈 也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 卻相信自己的夢是真的 所以選擇一個監控的睡 這張文字我覺得太有力量喔 真的 有血有肉的 妳現在的音樂我都想哭 真的是發自內心耶 所以怎樣這個是打很久嗎 想很久嗎 自己給自己的稿子 其實老實說也不算太久 因為這一張專輯 對這一張專輯我覺得是太深刻了 因為 最近的 這八個月裡面 其實不只是最近這一年吧 因為 可能 前幾年 就是真的是經歷了太多了 然後 每一次當妳經歷的時候 妳都覺得非常 就特別的 特別特別的受傷 很揪心啊 對 所以當妳經歷過之後 我覺得那些靈感就變成很自然了 妳不需要特別去尋找 因為它真的就在妳的心裡 所以是透過了對生活的積累 自己就是有感而發寫出的這些歌 那提到的這個 我問一下我們的邵公主 今天去一唱沒有 微服出巡買專輯 妳掌勁功力不錯耶 妳後來就下車就變 我自己來拍 就變攝影機 然後妳還懂得 買檔機要打折喔 對啊 妳很會喔 我融入台灣這邊說 而且還逼她 她越來越都要剝我的 就是去市場說 那個買肉送蔥的概念 對 我們去市場媽媽就說 我可以買了豬肉 妳送我一點 送我一把蔥啊 對啊 所以那天我覺得 那個店員跟妳的互動很好耶 而且妳的位置 妳的那個專輯就是在 一個最高的位置 第一名的位置 謝謝我的歌迷 這個是真的 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因為這張專輯對我來說 也是第一次 我自己除了去做這個創作的部分以外 還是真的 整個專輯的概念啊 視覺啊 裡面每一支MV的美術啊 整個製作 參與超多 對 所以特別特別特別重視它 對 所以想要去那個市場 探探買氣 探探大家真實的反應 對 而且這張專輯銷量得到第一 跟以前的專輯銷量得到第一的感受 是太不一樣了 真的太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第一次覺得 好像就是 也還好嘛 以前的冠軍 沒有沒有沒有 以前也開心 可是這一次是 開始去解答的話 因為現在是更大的一個成就門 對啊 因為妳現在等於是自己出來 獨立一個品牌嘛 然後等於自己要親力親為做很多的事情 可能是過去沒有嘗試過的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很佩服妳 也除了這個掛名就是 全詞舉創作之外 我看編曲啊 和聲啊 製作啊 都妳的名字耶 所以當製作人是個什麼樣的感覺啊 因為妳以前沒有接觸過 沒有 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不可能 因為以前 以前我一直得到的訊息就是 妳是個歌手 妳就很好唱歌寫歌吧 妳其他東西別管了 妳不懂 妳不會 妳不要理了 就是我以前都 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以前就 什麼都覺得 我 我就只會寫歌跟唱歌 其他我就 就以前對我來說 我能製作 這件事情是一個不可能 嗯 妳覺得很遙遠啊 對 那妳後來決定說 不如我來試試看 我不是說不如我來試試看 但是除了我能是沒有別的人能做的 現在因為我離開了前公司 我沒有其他人可以依賴了 所以是現實逼著我要去這麼做 所以是我一夜長大的感覺 也不叫一夜長大吧 就一夜突然逼著妳 必須要去走路 因為妳想要待在家裡吃奶不行 就是逼著妳要面對這一切啦 然後讓自己這個努力的學習 趕快進入狀況 對 所以呢關於這個 鄧製作人在製作專輯中 有什麼樣的甘苦糖 等一下回來再跟他繼續聊天 不簡單欸 因為我覺得製作人 欸妳這樣自己製作 是不是可以省蠻多的經費啊 可是妳一定會知道 我現在穿金難買寸光陰 我的光陰全都花在工作上了 現在 真的喔 以前還可以休息就對了 對啊 我覺得自己懶在身上是真的很累 可是那個成就感 可是那個成就感啊 對 成就感啊 妳做出來一張作品 像是妳自己的idea 而且現在這種不得不做是怎樣 是 喔妳可以不做啊 可是妳的東西就出不來 因為妳不做就沒人做了 妳停下來就沒進度了嘛 對 那妳最後還是會死死的回去睡 哈哈哈哈 那有沒有玩上癮啊 我覺得現在可以了 因為前面應該 十三首歌哪一首歌是妳最先完成的啊 錄音的過程 劇號 劇號 劇號是最先放出來的專曲吧 最先是 差不多姑娘 在那個新說唱的時候就放出來 其實那個摩天動物園我四月就做好了 嗯 我四月初才當離開 我四月底就做好了 喔 但那時候還沒有時機發行不對 對 對對對 ok 好 是的繼續回來 在今天 1月16號的這篇 旁邊是一位閃閃發亮的姑娘 妳是差不多姑娘嗎 我不是 哈哈哈哈 我是差不多先生 我是阿關 旁邊是Jem 鄧子晴妳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Jeff 所以妳的個性現在深刻成為製作人 就不容許妳差不多了啦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不要差不多啊 對 新的信念 趕快跟大家說不能夠當差不多先生 妳不能夠當差不多姑娘 對 要 呃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可以至少得到差不多的紅包就好 喔 所以妳要教訓人家說妳給我差不多一點 妳不要 紅包不能給去年少 就是這個 一定要成長啦 3%的成長力 對 欸 所以說真的我剛剛這個廣告時間 我有問Jem說 專輯裡面的哪一首歌是自己 最先製作 參與製作 開始摸索的第一首歌 嗯就是句號 對 或許有碰到一些什麼樣的困難嗎 因為等於妳是一張白紙嘛 嗯 以前只有跟著製作人的指令在執行 嗯 下面妳要自己去琢磨自己的聲音 對 妳要去思索怎麼樣表達 嗯 其實 呃 我覺得製作的路是這樣的 創作其實是很自由的一件事 你沒有去開始製作的時候 你會 你被灌輸的就是這個東西距離很遙人 你不行的整個整個怎麼樣 可是 當妳開始去做的時候 妳發現 創作本來都是開心的 嗯 沒有一個特定答案的 為什麼妳覺得自己不行呢 妳能 妳能去寫一個旋律出來 妳能去寫一個歌詞出來 其實妳也能夠去尋找屬妳的聲音 妳的編曲 妳的整首歌 其實 其實它本來就是像創作一樣 其實製作跟創作我覺得沒有兩樣 它都是一個妳去抒發妳自己的一個過程 所以當妳真的開始做起來 反而讓我覺得 為什麼我以前覺得自己不行 對啊 其實做的也挺好的嗎 好不好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主觀的東西 給粉絲們打算 對 但至少沒有說要負評吧 至少沒有覺得 至少沒有覺得不可能 對對對 已經套出了這一步啦 以後就是乾脆都不要找別的製作人 妳就自己來 我其實真的是沒有想要找其他 所以以後那個圈內製作人們 或許有機會啦 不排斥啦 沒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一定要共同製作的 除非像今天如果是一個什麼什麼電影的主題曲 他只是想要我去當個歌手 我連創作都不用 那沒關係 那可以別人來製作我 可是關於我自己的創作 肯定是我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共同 清楚的它的輪廓對不對 所以這次共同製作 另外一位製作人有沒有給妳評價 提馬馬進恆先生 對 有跟妳一些什麼樣的人家嗎 呃 就他其實本來是我的朋友 呀 對我們是本來吃吃喝喝的朋友 哦伴有伴有伴有 對對對 以前我們都是一起打扑克牌的 對 就做這張專輯之前 我只跟他打扑克牌 玩了玩了玩在一起的朋友 對 可是為什麼這一次這個專輯跟他一起去製作呢 是因為我覺得製作這回事 不能是一個工作 我的製作人不能只是 接一個案子 接一個工作來幫我做 因為這樣的話 我的歌會變成他的 嗯 可是我現在要去做的是鄧子奇的音樂 不是馬進行的音樂 嗯 所以現在應該是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relationship 他了解我 嗯 他想要跟我一起去做這個音樂 做這個專輯 我 才有可能 做出來一個真的有 有靈魂的一些音樂 而不是只是 哦 現在有一個很厲害的製作人 喜歡的樂風啊 厲害的製作人 就跟著他走這樣子 對 所以你自己在這個進去錄音室配上 你會做什麼樣的功課 當然會 會自己想說你要怎麼樣 給這個歌一個很厲害的表情 或是很厲害的張力 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專業 其實我就是突然是衝去馬進行的家裡 哈哈哈哈 就我常常 我常常都是早上給他發訊 我等一下下午來雨家了 然後他好像幾點幾點我在 好隨性哦 然後我們就買幾包書 我就坐在他家的那個home studio 然後我們就去 就去一起找那個Bench的聲音 其實是真的是朋友的 玩出來的感覺 對 所以這樣子的方式感覺還不錯 你覺得挺適合你跟他的 因為我覺得創作它不能是一個工作 你如果今天跟我說那個努力是 我們訂了八個小時 對對對 哇我就覺得那個太有壓力了 我們其實這張專輯裡面有很多歌 都是到凌晨三四點 我們還 就玩出來了 我還在錄 對 那我在他家裡的那個home studio 大家不要覺得很慌張 凌晨三四點 因為他女朋友就在大米 哈哈哈哈 不要慌張 不要以為說什麼歌手跟製作人 兩個人半夜三機 獨處一室 沒有沒有沒有 還有第三者 有第三者 太太在現場監督齁 所以一切很safe 一切很safe 所以這次你有跟周慶哲合唱 怎麼會想要跟他有一個情色和明的作品 其實我首先是覺得Eric的聲音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以前我聽到他的作品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除了自己是一個很會寫歌的人之外 其實他的聲音也是非常好聽 吸引你 對 所以就算我這一次只是去找他來幫忙去做這個男生的部分 可是我還是覺得光是他的聲音就很有魅力了 所以你們兩個是分開唱還是一起唱 分開去錄音 可是他錄音的當時我也在現場 也在現場 監督他的因為你是製作人 那你有盯他嗎 有說這邊Eric麻煩這邊再唱的軟一點 就是這邊再唱的投入一點 我覺得製作人跟歌手的關係肯定也是要像朋友聊 對啊 對 他不能在我面前覺得現在JAM在監督我 像老師這樣 對對對 不能給他這種感覺 不能有壓力啦 所以你們算是一個錄的應該是蠻贏的 挺愉快的 我感覺他好像比較辛苦 因為他是早上最早的班機來香港 應該時間還沒開 然後錄完之後最晚的班機回台灣 對 拼耶 真的太拼了 很夠意思喔 很夠意思喔 所以你這一次這個全創作專輯這樣玩完之後 會想說下一張也是全創作嗎 還是說不一定 老實說我沒有給自己太大的限制 如果真的有 如果我真的有聽到誰寫的歌 真的哇太好聽了 我太感覺了 那我肯定是會去 就是想辦法收過來 對對對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這個寫歌的方向寫著寫著 會變成一張你個人的全創作專輯 因為我這陣子沒有聽到 我很想說那個 原來如此 因為沒有聽到自己心靈的歌 不如我自己來寫 你自己最有感覺 對啊 而且我本身寫著寫的已經十幾首了 數量就夠了 原來如此 明白了 所以來回味一下2020年的第一次台灣的公開演出 應該是你在Jolene的演唱會上面 兩個人在比誰小 對 所以你覺得跟聽後一起同台飆哥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唱的歌啊 說愛你真的是青春回憶 很可愛 我不要再說童年回憶了 我覺得我說錯話了 算是十幾啦 對真的是太青春了這一首歌 所以很希望搞不好你跟周慶哲合唱之後 你也可以找女生啦 說不定我就是在周慶哲的童年回憶 沒有啦 你們沒有差那麼多好不好 差三歲 對你們沒差那麼多啦 你都是二十晚飯 不過是童年回憶 OK 對啊 所以最後我們自己新年有沒有什麼樣的新計畫 或新的願景 新一年呢 其實我非常非常希望可以 就是準備一些演唱會的東西 新的 那其實呢 就真的 我好像沒有見過歌手是做完專輯之後 不做演唱會 所以 我估計我也應該要這麼做了 期待 就隨波逐流了 一步一步的計畫 對 OK 所以今天不管怎麼樣很感謝 Jane來這邊跟我們聊天 也祝福你這個摩天動物園熱鬧開張啊 好的 好那就是祝你這個2020 或是2021啦 明年 今年或明年來台灣 因為今年來 我希望我年年都可以來 好吧 那不囉嗦 今年見 好演唱會上前跟大家說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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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演唱會 好演唱會 好演唱會